最大不一樣啦 例如生活上有什麼改變 其實好像就都 一切都如常 對啊 就是 都在工作嘛 就是早上起來就早上起來嗎 會泡咖啡 全泡 我也泡 都泡啦 都泡 等一下這會變得飄 對 天啊我開始流汗了 我開始流汗了 所以我開始流汗了 那我開始流汗了 我開始流汗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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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 還都習慣了 對因為現在有的時候 回答也不是我一個 我這邊回答的嘛 有的時候也要就是 也要 還有對方啊 那會不會覺得 覺得跟藝人在一起很麻煩 還要顧慮到這些 不能暢所欲言 也不會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們兩個 本來就是比較低調的人 就是也不會去多說一些 就是 或是真的很分享我們的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 還是回歸到我們自己身上 所以也沒有想說 會是麻煩或者是什麼的 對 只是靜靜的 享受那種歲月靜好的感覺 對 對 相處方式是還蠻舒服的 對 但你說老夫老妻 我不會用老夫老妻 這個詞來形容 就是婚姻的狀態 因為我覺得那個 過程都是自己感受的 對 所以不會因為時間的長短 去決定說 我們先走到哪一個部分 我相信會一直都這麼甜蜜的 基本上我們一進入到劇組的話 其實就是每天都在工作 我沒有 比較少會有幾天休息這樣 那因為我們剛好就是 就是銜接的 就是我拍完就管他 對 你該不會十天沒見面了吧 是不是 嗯 嗯 差不多 差不多 對 你已經辦婚禮了 先看疫情吧 你看就是最近的疫情 其實也蠻嚴重的 然後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我覺得 就是所有大家的生活的步調 也都有點 就是都在習慣中 所以 我覺得都還是看整體環境 對 然後還有 對 彼此工作啊 什麼的 對 好聽錯了 好聽錯了 別 大家好 我是依依杰 一直覺得 樹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我還聽 看什麼看 快聽了啦 快了